但是如果有一些观众朋友 他觉得他已经很长期了 还有什么在居家可以做的方法吗 其实大家知道去看复健科医师 我们去排除刚刚所有的一些内脏的问题之外 通常我们就是如果发现 它单纯就是一个肌肉筋膜的问题的话 我们其实通常会给热敷或者是电疗 或者是运动治疗 大概会这三大类 那热敷大家知道 反正就是用热敷带红外线等等都可以 那电疗的部分就是一个贴片 贴在你疼痛的位置上面 那在复健科大家应该经常可以看得到 那电疗仪器其实我们有分几类 一种是属于医疗等级的 另外一个是家用等级的 那很多病人都会跟我说 我去买了一个那种电疗仪器在家里可以用吗 基本上只要是合格医疗器材有认证的 其实基本上我们是说 他在家里其实可以稍微再做一些加强也是可以 除了在诊所 就是我在医院或诊所 我们做附件之外 其实回家也可以用一些电疗仪器 可以有帮助 那这个电疗仪器它的原理主要是什么 大家有听过一个叫疼痛阀值 因为我们把贴片贴在你疼痛的位置上面 所以就贴在疼痛处就对了 对 它会产生一些刺激 一些电流的刺激 那这个电流刺激 它会经过我们一个叫做A-Fiber 它会传达到我们的大脑 那疼痛的部分它是叫做C-Fiber 它的是比较小 等于说大家在想说高速公路跑一定很快 那如果是那种什么产业道路或小马路的话 它的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 那如果说经过这个电流的刺激之后 它会比较快传达到我们的大脑 我们知道疼痛的控制其实在我们的大脑 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个大脑这个疼痛的把它broke住 你就不会有疼痛的感觉 所以透过这个电刺激的原理 它能够快速到达你的大脑 把那个门打开 它就坐在那边等 等到这个疼痛的感觉到达那边的时候 发现位置已经有人坐了 它没办法去敲这个大脑疼痛的门 所以它疼痛就不见了 但是它也可以透过局部的一些刺激 分泌一个叫做Endo-Fin 就是脑内马飞 我们知道脑内马飞事实上它是一个让我们快乐 然后减轻疼痛的一个 针灸其实也有同样的效果 它能够刺激我们那个脑内马飞的一些分泌 还有运动也一样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它透过这个分泌这个Endo-Fin 它其实可以舒缓疼痛 能够让肌肉放松 所以说它透过这样一些原理 能够达到我们止痛的效果 好 我有一个疑问 因为低周波其实很多人家里头 或多或少应该都有用过 一定要两片都贴吗 还是说我现在只有手痛就贴一片 没有 它那个是一定要正负两个 一定要两个都贴 所以就贴在痛的地方 对 疼痛的位置 基本上我们就把它放在疼痛的位置 贴的话 其实你如果要使用这种仪器 一定要注意 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如果有装心脏节律器 或者是身脏有任何电的一些东西 其实就不能使用 然后怀孕初期我们也不建议使用 有伤口的部位也不能使用 那如果在急性发炎 比如说感冒发烧等等 比较怕会产生一些癫痫的一些问题 在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会不建议使用 好 盛杰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哪里需要 今天刚好有陈医师来 你有曾经遇过什么样的状况 除了你刚刚说练功的时候拉伤之外 然后一直不试都不好吗 我其实之前在练功的时候有一个状况 就是曾经让我几乎瘫痪两个礼拜 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在练一个 就是我们在一个高台练那个前侧空翻 然后就是那已经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你很怕我叫你表演对不对 我不会这么残忍 现在有回啊 不要做这种事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从一个高台 然后我们跳下来的时候前侧空然后落地 其实蛮漂亮的 可是就是落地之后我没有算好 就是我那个泄力的那个角度 就我整个人往后倒 然后就我的大概是胸椎的地方 直接从那个高台的那个角度撞下去 就一撞下去的时候瞬间就是 完全没办法呼吸 然后就整个人贪软 然后那个旧伤后来就是一直跟着我身体练功 大概跟了好多年 所以如果这个如果店可以帮助的话 我现在还蛮乐意 好 那到底也借着这个机会 陈医师告诉我们说到底怎么用 圣洁你是哪里痛啊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的撞击点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的痛的感觉是往两边扩散开来 所以是这整个都在痛 对 像是有那个把那个种植 那个绳子这样绑得很紧的那种感觉 好 陈医师要请问一下 以圣洁的例子来讲好了 这到底要怎么样会比较好 通常以他的例子应该是贴疼痛 主要疼痛的位置 主要是他原发的那个点的位置 我们其实很常病人会跟我们讲说 他什么耳朵后面会痛 或太阳穴会痛 头顶会痛 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他的来源是在我们刚刚讲的 斜方肌那个地方 那我们会贴在斜方肌的地方 你就不能去贴这里 贴这里 这样其实效果就不好 我们还是要贴那个来源的那个地方 对啊 贴太阳穴怎么贴啊 头发都贴到 是 所以就是说根源的地方 一定要先找到 那这个贴片我们在贴的时候 有一个原则就是说 你两个贴片 因为贴片一定是要两个 那两个贴片不能够碰在一起 所以就是像以他的位置的话 我们其实会贴在这个 膏肓的这个地方 贴一个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凉凉的 就贴在这个地方 就贴同一侧啊 因为大家都以为说 是不是要两边都贴 没关系 没关系 它其实是可以同侧或双侧 或者是任何部位 只要是两个地方其实都可以 好 那我们就把它贴上去 那记得两个不能相碰 相碰的话就是变成电流会 两个会有干扰 我会烤焦吗 不会 放心 放心 相碰我会冒烟吗 对 好 那这个在操作上很简单 其实一般仪器上都会有很多的 不同的组合 那如果说你在比较急性疼痛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要选择那个属于 急性疼痛的那个模组 那急性疼痛它会固定在一个 波平之下 让你的疼痛能够快速的可以改善 好 那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要开了 有感觉了 有 有 有 现在整个肩膀的部分感觉有点 它通常这种我们不希望电量太大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越重越有效 其实只要你有感觉 其实就OK 其实蛮舒服的 对 它有感觉它就有达到治疗的效果 那时间的话 一般机器它会设定是15分钟 15分钟到了之后它就会停掉 至于说你觉得说还不够的话 你想要再一次的话 其实我们就建议就是说 顶多就是再一次 可能也不要频率太频繁 因为那个等于刺激过度频繁 其实它感觉慢慢就会消失 盛姐你有用过这一种吗 你是不是都调得很重 对 我现在的这个感觉它有蛮多 很不同层次的 它有先比较深层肌肉的那种 好 那我现在帮你改另外一个模组 好 好 我们现在来另外一个模组 你的意思是说它有传进去的感觉 感受吗 而且它可以蛮放松我比较深层的肌肉 那现在这样的感觉呢 喔喔喔喔喔 然后马上被电到 就刚刚那个模组 可是不会不舒服 对 刚刚那个模组是有点按摩的形态 那现在这个模组你会觉得 好像比较持续平稳的在 对 对 这个是在做急性疼痛的缓解的时候 好 都会有帮助 那如果一般上班族的话 你会比较建议贴哪里 也是这一个位置吗 其实主要是看你的部位 还是斜方肌 你看你哪个部位不舒服 像好 我们现在先关掉 那通常我会提醒大家 就是说 其实要看机器的形式 我们会建议 先把电量先减了之后再关机 可是这个机器设计上 我只要关 其实它就整个off掉 那如果比较安全的话 其实先把它减亮之后 再把它off掉 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那我现在再贴一个 不同的部位 就是如果以一般 我们斜方机 其实是蛮常会不舒服 所以我会贴在 这个斜方机的这个地方 那斜方机也有几块 所以不同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贴 那如果要对称贴也是可以 一般如果大家觉得说 肩颈酸痛的话 可能这个地方对你的放松比较 这刚刚是你这节目 我还没开 我还没开 我想说 这电力还蛮强 我现在是在 也是一样这个 急性止痛的这个模组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那你就感觉一下 好舒服 真的 它是人像按摩 而且它那个感觉很柔和 它会慢慢传到 你的那个手的关节去 OK 好 所以它同样有缓解疼痛 然后也有让肌肉放松的这个效果 像这种迪州婆 过去大家都认为 好像就是肩颈比较慢性的疼痛 不过女生 像我们女生的困扰 有时候一个月 每次大姨妈来的时候 那种痛也有帮助吗 通常其实我们门诊也蛮多女孩子 因为月经来的前后 比较容易会腰痠背痛 那肚子那边会觉得脏痛不舒服 他们最简单就是会去吃一颗止痛药 来缓解 但是大家都有个疑忆 就是说我每个月来 每个月都要吃 而且一吃就是四天五天 到底对我的身体是不会有伤害 所以呢 其实如果说 针对这样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简单的一些物理治疗 比如说用热敷 甚至于用电疗 其实是可以去缓解这个不舒服 那这个电疗的原理 其实就如我们刚刚讲的 它会有一个疼痛伐质的这个部分 能够阻断你的疼痛 那同时它也能够促进 你局部的血液循环 所以经过这两个效果 其实基本上有缓解的一个功用 在门诊其实常常有人就是说 我是不是妈妈手 那一般我们会觉得说 既然妈妈手 一定是妈妈才会得 可是呢 我门诊有一个大老板 他其实每次来看诊的时候 一定是秘书帮他提着包包 甚至于连写字都是秘书在帮他写 那天他来看诊 其实他平常都是因为 打高尔夫球的高尔夫球走来看诊 可是他竟然得了妈妈手 我们就百思不解 他怎么会得妈妈手 后来呢 他到外面去等着治疗的时候 我看他在弄手机的那个姿势 我才想到 哎呀 但是因为他手机打得太频繁了 所以造成他整个手 这个我们所谓的妈妈手 那一般妈妈手 我们其实是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手 这边的基件发炎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家里 如果比较简单的话 用这种低周波的仪器 我们其实可以自己贴 那比如说大家可以看 我会贴在这个部位 那另外一片呢 我就把它贴在这里 那记得两个贴片一样 不能相碰 一定要有点距离 然后我们就开机器 那机器记得我们 这个因为是如果在 急性疼痛的时候 我们会用地 用一些急性疼痛的 缓解的一个模组 那这样的话 也能够舒缓一些 不舒服的症状 我们下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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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